接下来一起来看翻报的重点新闻 行业里程4.5万公里 公路里程543.68万公里 其中高速公路里程突破18万公里 航空则覆盖更广 去年底班正名航运输机场259个 定期航班通航程式255个 全年旅客输送量在百万人次以上的运输机场有102个 陆旅行社推246元全红产老家一日游 中国跳水选手全红产巴黎奥运夺下双金后 因全红产热度而爆红的家乡广东湛江麦河村 成为热情粉丝朝圣之地 即便离全红产夺金已经过去近数周 这个中国南方的小村落依旧热闹非凡 据陆媒报道由于游客过多 全红产的邻居经营的饭馆生意兴隆 还有旅行社组织全红产老家一日游 团价一人58元人民币 约合台币246元 因全红产名气而新形成的小吃街 汤味近几日持续增加 陆菜价回落线曙光 多地全力稳价保供 近期大陆多地蔬菜价格持续走高 大陆农业农村部重点监测的28种蔬菜 大陆全国批发价格数据显示 蔬菜价格在今年的第30周达到1公斤4.9亿元人民币 为近10年同期最高值 专家分析今年暑期的异常天气对蔬菜生长流通造成了一定影响 不过近期各地媒体报道显示 随着多地拿出全力稳价保供措施 不少地区8月下旬菜价已经回落 预计9月中下旬将回落至正常水准 中天中望这里报道